这个夏天,对于展姆斯来说,围绕着他的有三件事,第一,就是勒布朗·展姆斯做出了他的决定三,四年1.54亿美元加盟洛杉矶湖人队,这是他职业生涯做出的第三个决定, 跟以往不同,这次詹姆斯的决定似乎不是为了冠军,而是为了以后的生活,但无论在哪里詹姆斯依然会朝着总冠军的目标前进,他的球队依然会被球迷认为是一支夺冠热门,这样的观点,显然仅仅处于现役联盟第一人的认可,不被多数专家认可,第二,就是詹姆斯,热衷慈善,为孩子们修建学校,美国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, 第三,也是最近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,那就是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矛盾,在这里,小编只来讲讲第三件事,至于为什么特朗普与NBA有如此多的过节,还要从很久之前说起,远的不说,说近的,最近特朗普与詹姆斯矛盾, 的起因则是詹姆斯,在接受家乡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美国总统想通过体育来分裂美国,特朗普话语一出,特朗普得知后后自然怒不可言,当即通过推特反击回去,狠狠嘲讽了詹姆斯一番, 这一嘲讽可不得了,立马引起NBA接名人和各界人士的疯狂讽击,NBA主席肖华率先站队支持詹姆斯,接着刚牵下詹姆斯的胡人老板也坐不住了,立马在胡人官方发表声明, 立挺詹姆斯,最让人打脸的是,特朗普试图用在美乔丹的方式羞辱了詹姆斯,乔丹却反向战队,立挺詹姆斯,场上是敌人,而在这次的冲突中,库利则和詹姆斯是队友,他发声表示詹姆斯做自己就好了,加入到顶詹的队伍当中来,还有不少人纷纷宣布战队詹姆斯,特朗普似乎孤立无援, 是什么让特朗普在NBA如此不受欢迎,那就是特朗普发表过无数涉嫌种族歧视的言论,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,詹姆斯和特朗普,而詹姆斯,最近几年频繁为黑人弱势群体发声,这似乎与特朗普的立场截然不同,而众所周知,NBA多数球员都有黑人血统,这样的总统自然不会受到待见, 詹姆斯在此前的采访中表示,是NBA让他接触到了白人,大家都和睦相处,彼此都是很好的朋友,而特朗普,却试图破坏这样的氛围,詹姆斯之所以公开反对特朗普,是为了跟他站在一起的美国人, 是为了和他有一样血统的美国人,更是为了他自己,因为种族歧视给詹姆斯,自己也带来了很多困扰,即使他现在是NBA现役第一人,即使他被全世界多数人所尊敬,詹姆斯接受采访 在此前节目采访中,詹姆斯被问到是否会竞选美国总统时,他犹豫了,并表示最近十年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,而主持人似乎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,继续询问詹姆斯,如果你不去竞选,那么他特朗普继续在继续当总统,那么你会去吗? 听了这话的詹姆斯,燕静,李似乎带阵满腔的热血,斩钉截铁地说道,那我会去竞选总统,心疼詹姆斯,如果詹姆斯真的宣布竞选总统,那个时候的他该是有多绝望啊,小编表示还是希望詹姆斯继续活跃在篮球场上,而不是看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次,假如詹姆斯竞选总统,大家会支持他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